范逸琳亲自拿着信去找三哥 却不想在那里碰到父亲 他本想立刻缩头回去 却已经被小丝喘了进去 只得硬着头皮进去 你整天斗鸡遛狗的有意思吗 范父如同所有的父亲一般 看着儿子神情严肃 尤其是面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更是如同仇人般严酷 没意思 没意思 范逸琳乖乖的说 你又干什么呢 听说吃鸡蛋都能差点叶死 你还能干点什么 范父瞪眼 喝道 他在家里一点隐私都没有 这才多点一会儿 怎么全家人都知道了 范逸琳负义 小弟是还没进吏部 就已经提前进入李格老的状态了 范三爷笑道 掌管吏部的李怀庆 是内阁元老 跺跺脚 朝廷里都要抖一抖的角色 但这可不是什么夸人的话 范三爷不是夸奖自己的弟弟 有李格老的地位 而是那位李格老前几天吃鸡蛋噎到了 如今还躺在床上 人是不醒 凶多吉少 范逸琳愤愤的瞪了自己兄长一眼 但有事相求 又不敢说什么 范父哼了声 对儿子的玩笑表达不满 虽然是父子兄弟关起门来 但打去那么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 还是有失稳妥的 不是去请周太医了吗 怎么样 他沉声问 范三爷笑了 请谁不好 非请周太医 周太医嘴里又能说出什么好听的话来 更何况周太医二十多天前出门了 谁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求到皇帝跟前 陛下说没办法 就算这里天塌了 周太医都不会回来 别指望了 还是另找路子吧 那还真是没办法了 周太医说话虽然难听 却是落地有声 只要他说能救 那就是阎王爷亲自来也带不走的 范夫说道 这也是为什么 虽然难请 又态度极差的周茂春 依旧如此受欢迎的缘故 因为人家有本事啊 你不服不行啊 这次看来是没救了 李家已经准备后事了 范三爷说 范逸林原本听得没意思 这些什么阁老的跟他扒杆子打不着 想走又不敢走 呼的一个机灵 想到什么 要救 他猛地站起来喊道 那边将他当作透明人的父子两个 到被他的一声喊吓了一跳 出去 范复仲美道 这话原本对范逸林来说是求之不得 但这次他却没有欢天喜地的听从 而是站上前一步 李格老有救 我知道谁能救他 他没开眼笑的说 谁 范复仲美问 其娘子 范逸林说道 知道父亲一定不知道其娘子是谁 贴心地解释 就是今天我吃鸡蛋噎到 就是我的 他的话没说完 就被范复没好气地轰了出去 眼里除了女人就没别的了 什么事都瞎扔扔 范复气地吹胡子瞪眼 他也是好心 范三爷还是维护自己的小兄弟的 忙说道 其娘子 永庆府的其娘子 你们没听过吗 这次立义防治起了大功劳的 朝廷亲自嘉奖的 我可没瞎说 范逸林不服气的声音从外边传来 这混小子 范复气得要出去 被范三爷拉住 父亲 永庆府治疗利益的其娘子 他忙提醒父亲 范复停下脚 微微皱眉 江域辽阔 每日各地事务会及朝廷 纷繁不知几多 虽然身为朝中官员 也不可能事事皆知 这利益之事 由利部以及太医院管辖 具体详情 外人知道的不多 只是在上朝议讲法时听了一下 因为涉及到奖励一个女人 是稀少之事 所以有印象 此时提到 想起来了 范复沉吟一刻 把外边的范逸林又叫进来 打听这个奇娘子 范逸林知道什么 除了知道是个美人 跟自己岳丈家打过架外 这两样还不敢往外说 其他的都是听到王家人说的枝言片语 就这枝言片语 还一多半没往心里去 反正就是神医 永庆府都知道 范复见问不出个一二三 也就没了兴趣 永庆府都知道 太医院怎么不知道 神医 神医 永庆府多大的地方 称神医就神医吧 到京城了 还什么神医 就跟那科举 各州府的岸首 汇聚京城 谁还敢四处嚷嚷 自己是岸首 去去 没事 别瞎嚷嚷 知道的是说你好心 不知道的 说你添乱的 要是这奇娘子 真这么厉害的话 太医院自然会请他 去给李哥老诊治的 范三爷在一旁嘱咐 或许太医院 还不知道奇娘子进京呢 还是提醒一下 早日请奇娘子看病 免得耽误了 范逸林想了想说 好了 知道了 你找我要给谁地信 范三爷岔开话题 问道 范逸林忙将信送过来 定西侯世子长云长 说到这里又眉飞色舞 这奇娘子就是她的前妻哦 什么 范富和范三爷都愣了下 朝廷嘉讲时 可没说奇娘子还是定西侯少夫人 只说是千金堂奇娘子 这两者间还有这关系 定西侯少夫人 钱 范逸林忙补充 如果说一开始 因为有防治利益之功 范富对神医二字还有一半信的话 听了这句话后 那这信任可是即刻烟消云散了 定西侯府少夫人 是神医 开什么玩笑 滚滚滚 范富一句话不多说 白手轰人 范逸林被连着赶出来两次 颇觉受辱 以身份取人 孤落寡闻 不识金香玉 他也急了 愤愤的甩袖子 觉得再争辩下去 是对美人神医的侮辱 这边 范家父子因为自己起了争执 齐悦当然不知道 因为又找到一个途径 而且应该是很靠谱的途径 给长云城寄信 齐悦心情大好 带着阿儒等人好好地逛了逛京城 顺便搜罗了一些准备带给长云城的礼物 一直到天黑才回到陈氏的家 陈氏已经在家里 正有些急 要派人去寻找他们 看到满载而归的齐悦进门 才松了口气 可吃过了 他上前携了齐悦的手 问道齐悦点点头 这边阿豪忍不住雀悦 搬着手指 给二夫人说吃了什么 说得好像没出过门似的 阿儒忍不住拉住阿豪的衣袖 低声说 可不是没出过门吗 京城这么繁华 以前只是听说 这是第一次见呢 阿豪嘟着嘴说 齐悦只是笑 任他们随意说话 而夫人听着阿豪的话 有些微微的发争 转头见齐悦浅笑 那似曾相识的神韵 更是让他一愣 我不知道 几分好奇 我是出不去了 还不如鸟儿 鸟儿飞出这里 或许下一刻就要被射死 但至少也能看外边一眼 而我 连围墙都爬不上 二夫人 二夫人伸手掩面 所以最终到死 还是没有看到 七月这才发现她的异样 吓了一跳 一母 怎么了 她忙扶住二夫人 问道 阿豪和阿儒也不敢说话了 我没事 二夫人含笑说 并没有放下手 在家里多吃了两杯酒 有些头晕 不带七月说话 就拍了拍她的胳膊 我先去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 玩了一天 累得很 她说着 扶着一旁丫头的手 七月见她眼眶微红 哪里是酒意上头 是要哭了吧 或许是见家人 情绪激动 好 你快去吧 她说完 一面对彩青做个口型 有事随时叫我 彩青领会 点点头 扶着二夫人走开了 这边 阿豪吓得呆毛毛的 七月回头 冲她吐吐舌头 一笑 阿豪又忍不住 被逗笑了 紧张气氛 顿时消散 走了走了 回去分分 大家挑的东西 可别混了 尤其是我的 你们可别贪了去 七月一摆头说道 自己先行而去 阿豪应了声势 拎着东西 高高兴兴的跟上了 阿如在后吐了口气 看一旁的胡三 跟着少夫人 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是啊 胡三难得神情深沉一次 叹口气说 想起来 那天我上你们家 给元宝看病 一定是我那死鬼爹和爷爷 拼命推我去的 阿如忍不住笑了 瞪她一眼 胡三黑黑笑 深沉的神情 一扫而光 行了 快去洗洗 早点歇息吧 明日还要去找标行呢 标行 真的要去吗 嗯 她说什么 就一定会做什么 阿如点点头 看着前边 和阿好一边走 一边说笑的女子 可是那么远 胡三皱眉 一脸担忧 又看一旁的小曲 还是联系不上世子爷嘛 让她回来见师父最好了 小曲叹口气 唉 世子爷怕娘子不自在 彻底跟我们断了联系 心也是按照 王日的途径送了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始终没有消息 没事 别想了 去就去吧 就像娘子说的 走走这花花世界 看看大好河山 说不定走到半路 世子爷就接过来了 这个倒是极有可能 胡三和小曲 都点头 你也早点休息 胡三又嘱咐 阿如点点头 胡三这才和小曲走开了 夜色覆盖了宅子 这是来到京城之后的 第二个夜晚 齐悦睡得更踏实 而另一间屋子里的二夫人 却不能入眠 她坐在床上 借着一盏地灯 看着手里的一枚玉佩 泪流满面 你要我的东西做什么 我的东西都是不吉利的 她的耳边 想着那少年 想着那少年 微微责怪的话 手紧紧地攥住了玉佩 你的东西 这天下都是你的东西 你看不到 拿不到 怎么甘心 怎么甘心 快要到中午的时候 乌山走出大牢 一脸灰暗 身后跟着互相搀扶 哭着的王庆春的家人 这要死了总比判了罪杀头好 乌山听得不耐烦 回头低声提醒 王庆春的家人 这才哭声小一点 那这也不能怪我男人啊 那利益怎么也得死人啊 看 他如今病成这样子 一定是染了利益 怎么好啊这 还判我们的罪 就得给我们补偿吧 师母 就别说这个了 太医院的人也不是傻子 染的什么病 他们怎么看不出来 乌山茫茫地打断他 不诛连九族就好了 还要什么补偿 真以为朝廷是开善堂的 打发走啰嗦的 王庆春的家人 乌山皱着眉 吐了口气 带着几分庆幸 幸好自己 当初被生药库抽去 当劳力使唤 没机会同师傅一起 风光回乡 现在看来 这哪里是风光回乡啊 那是去送死啊 没想到会遇到利益 更没想到那女人竟然能防治 我的天 这女人难道真的是神仙下凡吗 怎么事事如意呢 但愿自己千万不要再遇到他 乌山不游 和守念佛 不游 泛着瓶 耳边一点珍珠耳坠 愈发地趁得光彩照人 这一个侧面足以让人看得呆了几分 吴山自然也看呆了 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 我的娘 他失声喊道 话一出口 引来无数目光 旁边有等闲的人笑着搭枪 哎 我的耳 又引起一片哄笑 齐悦也扭头看过来 不过他还没看清 徒妇们就过来搀扶他与二夫人 挡住了视线 吴山用手捂着脸 扭着头 一会儿 感觉身边的人过去了 马车也迁开了 才敢小心地放下来 额头上已经密密的一层汗 吓得 他大口喘气 小心地向金银铺子里再次看去 那女人已经被引着进雅间去了 什么也看不到了 齐悦原本是要亲自去找标行的 但二夫人说什么 也要亲自陪他逛街游玩 齐悦没办法 只得让胡三和阿如去 当然还带着两个侍卫 他们是练家子 对挑选标行还是能有眼力的 这个项圈怎么样 陈氏拿起一个金黄黄的银圈 问道 齐悦笑了 姨母 我都二十几岁了 留着 给你孩子带 陈氏笑道 将响圈放在一边 对伺候的伙计吩咐 这个也收起来 齐悦看着那边 已经装了好几个首饰盒子 姨母 疼有了孩子再送 也不迟啊 陈氏看着他 笑了笑 眼里似有泪光闪闪 那时候啊 等到时候 我再送 唉 我有钱 这些首饰呢 也都有 老夫人留给我的那些 都还没动呢 那是他的 这些是我的 陈氏说完 再次选中一个 金坠角的扁簪 这才意犹未尽的起身 齐悦松口气 看着店铺伙计 捧着大盒小盒 银楼掌柜 亲自送着二人上车 看着马车远去了 才乐滋滋的转身回去 躲在一边屋檐下 用帽子遮住半边脸的无衫 这也才站起来 放下帽子 露出惊骇的面容 我的娘啊 这女人找来了 啊